以木雕闻名于世的浙江东阳 素有物质望线 隔山化水之美称 今天寻宝来到这座历史文化名城 能够找到见证了东阳这段历史的宝贝 海龙观摇的从工厅流出来 海龙年间的紫砂观音 达出五百万 水翠白茶应该是一件西式珍宝 卖家为母亲混胜而尽卖的 名万利五彩青花服务品 我一直对这个事情很忐忑 唐家事件录 还是陷入了精心设计的骗局 请收看寻宝走进东阳 民间寻宝文化学生 欢迎大家跟着张宁来寻宝 欢迎现场的各位东阳的藏友 这里是著名的木雕之都 不过东阳还有一份荣誉 这就是它是著名的教育之乡 历史上我们东阳的近视提名就有305名 大家感到自豪吗 带着这份自豪感 我们开始我们的寻宝走进东阳之旅 我们期待着眼前一亮的宝贝 节目由五粮春独家特约播一 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寻宝之旅 第一件宝贝是什么 漂亮的葫芦瓶 掌声有请常有 吴兴潮 是哪个年代的葫芦瓶 明代万历年金的 大名万历的 怎么就到您手里了 2002年的那个冬天 我到东北去出差 我在一个东北的古王市场门口 看到有一个小伙子 急得不得了拿着一个锦盒 他原来是这么个事情 他妈妈是急要换圣 他急着把家里的宝贝拿出来换 结果没人理他 然后您就把它买下 当时拿出一个身份证的 身份证也拿出来了 身份证也拿出来了 他说这样子吧 如果真的不相信的话 可以到我家去打听一下 当时要卖你多少钱 25万 我当时没得那么多信件 我说今天我只要三万块钱 你如果说是愿意的话 那就是你能让我这个品带回去 我把钱给你挥过来 可以吗 他同意了 他同意 也就是说 您给了他三万块钱 相当于是定金 对 你就把他带回浙江了 对 您把余下的22万又打给他了 对 您自己玩瓷器吗 我不玩 所以当时愿意花25万 就是因为您觉得 你相信他那个故事 对 也帮他妈妈来换肾 对 治病 对 我相信好人是有好报告 我认为肯定是假的 因为这个御用的东西怎么能 怎么会随便在这个民间流传 这肯定是一个进行设计的一个骗区 我正因为回到东阳以后 我很多朋友都到我那里来七嘴八舌的 我感到这个事情 就是我是跟他们 好 我明白了 您的心情我明白了 他买的不仅仅已经瓷器了 他我认为是他奉行了一份孝心 一份爱心 但是呢 我这里呢 有一些葫芦 也是葫芦片 但是比它小 但是我觉得比它更好 你觉得比这更好 来来来 前漫画的时候 我还觉得 他说不管怎么样 他是表达了一份孝心和爱心 我觉得他很有同情心 结果说 他那个没我这个好 太小气了 这两个葫芦屏呢 大小悬熟很大 这小的对于大的来说 是个弱势群体 我们先说这个小的吧 这一个青花的一个 画的八仙人物的葫芦屏 气形非常秀美 非常规整 画的人物和他的云纹呢 真是非常到位的 每一笔每一笔都能看到 他在用心的绘画 没有一点马虎 同时这种八仙人物的绘画呢 在清代乾隆和乾隆以后 在盘碗很多器物上都画八仙人物 所以说这个东西呢 应该是一个传统的 一个青花的官窑的一个器物 这件大的青花五彩的葫芦屏 它的款是大明万利年制 青花款 在口言下面写的 这种写法呢 在万利时期啊 有的 另外呢 它是青花加五彩的 这个开光里面画的是青花地 龙纹 就是说 它把这个地子呀 涂成青花 流出了白色的龙纹 当然龙纹的龙身上 还加的有这个龙链 在这绘画当中啊 这个画功能是最难的 从整个气形来看 绘画的精美程度来看 这件东西啊 应该是万利的官窑的 青花五彩的葫芦屏 这个大的葫芦屏呢 是2011年的香港素素比 拍卖过一件青花五彩的 大的一个碧屏 当时拍了132万 那么你这个东西 要比碧屏要大很多 而且呢 这个葫芦屏也是很珍贵的 肯定价格已经超过150万了 那只小的呢 邱老师 这个小的乾隆官窑 在2008年的宝丽拍卖 有一个戴如玉尔的一个尊 当时拍了100万零八尖 你这个小很多 但是小品呢 价格不能和它相比 只能是它的三分之一价 哇 这只凤凰真像 石慧燕 你好 小时 哇 我今天带来的的是一只定情物 定情物 把谁给定住了 谁定谁 是我老公做的 你老公是不是钻石王老五 不是 本来是要打算那个买房子首付的钱 我老公就买了这一只凤凰 你老公准备买那个房子 也是为你们买吗 你们的新房 是的 就是把他所有的积蓄都用来买这只凤凰 为什么他不买房 而一看到这只凤凰就觉得要属于你 他为什么 他说这只凤凰 跟我很单配 因为你是他心中的凤凰 对 专家鉴定以后 您是不是还会把凤凰变成房子 有可能 我今天来的主要 那个目的之一 好 因为是定情之物嘛 你们现在也结为夫妻了 结婚了 要开始现实地面对生活 是的 也希望这只凤凰 从原来的也许是三居室两居室 变成四居室五居室 看到这只凤凰 他像一个人 像一个舞蹈家 对 杨丽萍 像不像杨丽萍 像像像 像不像杨丽萍 是他像一个翩翩的舞者 不得不惊叹于这个珠宝设计和镶嵌者 他首先他从材质上 他选用白色18K金 把凤凰的造型给他轮廓出来 然后在他的身体部分 用钻石满窟 采用了夹香和密定香的手法 满窟钻石 在他的眼睛和他的鱼翅 双翅上面用红宝石来勾勒 那么在他的尾部就很绚烂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是有黄色的蓝宝石 绿色的是翠柳石 然后红色的是红宝石 黄色的同样是蓝宝石 那么在底下我们看到比较大颗的 两颗祖母绿 一颗蓝宝石 两颗红宝石 应该都有一颗拉以上 所以总体来讲 这是一件造型完美 工艺考究 用料奢靡的 这个珠宝的艺术品 欧阳老师 他的市场行情能够估计一下吗 有这样的一个高级珠宝艺术品的人 应该是高级别式 我可以有一套很大很大的房子 祝福的掌声送给小时 谢谢 来掌声有请这位参友 维小峰 这是哪一尊菩萨 地藏王 地藏王菩萨 六千地藏王 弹起来的王地 您是怎么得到他的呢 我在十几年之前 我在那个祖宝做生意 就是听朋友说 那个唐白福 有个什么有关系的 那个一个大财族 要处理一瓶老东西 就是他们家祖上 跟唐伯虎有关系 就是看到这件东西 那个祖人呢 他这个东西是不卖的 我问他为什么不卖呢 他说这件事 那个他的祖宗呢 从一个太监的手里买过来的 好 太监又出现了 然后呢 几次去拜访他 跟这个财族的这个主人呢 已经成为朋友了 他到我这里来玩呢 看到我那一套 二十万那套王花的那个皮筒 他说 整本想跟我换 他主动这样说 那我就马上答应了呀 哪个时期的您知道吗 明末清初吧 明末清初的 对对对 有太监的时候嘛 反正是 太监收藏 在手上那个宝物 太监开始懂收藏 是从明末清初开始的 哎 兄弟啊 太有才了 这东西这么新 你都整到那时候去了 是是是 艺术品收藏啊 需要很雄厚的文化底润的 你生意做得那么好 我觉得你还是去做木雕生意好了 不要搞这个东西 太新了 是是是 菩萨肯定是真的 怎么看这样 怎么像菩萨 但是我这么远的看上去啊 这个 这个溜金啊 好像很新鲜一样的 好像您的是明末清初的 我觉得好像是 呃 不太兴死吧 我看他像从骗子手上卖来的 哈哈 他的意思就是 二十万太便宜了 绝对纸 您太有才了 这样的话 你也能够听出这样的意思 哈哈哈 讲的这个故事啊 一会儿唐伯虎 一会儿太监 那我才领悟出来 这个太监是秋香盛的 哈哈哈哈 这件东西呢 的确是常有 所说的 是地上皇菩萨 这个地上皇菩萨是在九花山 道场 而且呢 他是个韩国人 现在呢 他这个精神啊 还留在九花山 那么这件地上皇菩萨的照相呢 制作非常精美 头戴宝官 身价披萨 还有呢 他的这个坐姬叫提听 又叫善听 也就是说 他把世界上的善悟 前后 前师 后师 都能听出来 告诉地上菩萨 那么这个造型呢 是比较典型的 而且呢 是很精湛的一个地上的造型 铸造以后 再加修设 所以上面呢 有的花纹 是用手工的镯子在剥处出来 最典型的就是他这个精 这个精色 混乱一致 简直就是一块黄金 一块金砖一样的东西 所以从他的精的颜色 来看 他的铸造的工艺来看呢 应该是清早中期的东西 也就说 他应该是康熙到乾隆时期的东西 不过我在宫里边 好像没有见过这个 这样造型的地上菩萨的这个 这个六镜的像 从精美的程度来说 我说有可能是照搬出做的 这个然后就马上就刺给了这个外面了 它并没有保存在宫里面 这件东西 不能和一般的地上菩萨的价位相比较 一般呢 比较多的是在四十万到六十万之间 而这件呢 它这个价值呢 在一百到一百二十万 这件 成功了吗 成功了 现在到了 我成功了 有请这位同友 我今天带来的是一件 和田碧玉做的香草纹的品质 在四年前的鱼亭新的律师款上买的 买的原石还是买的品质 买的原石 买工件四千八百元的价格买下来的 花了一百万元买了 料 加工 一百万 加工费花了二十万元 那么现在做一个还做两个 做了一个 做一个就一百二十万 对啊 那么这件东西呢 做工呢 倒也可以的 带有西洋花卉的巴洛克的味道 那么这种花卉带有很多石堂的那种花卉的 仰色但是它做的太不薄 如果真的是很多石堂的话呢 个体没有这么大 那么而且呢 要比它薄得多 那么为什么做不薄 那么因为它这个料的方式 这个料您说的是新疆碧玉 新疆碧玉 在这个颜色里边还要带黑点 我们称为叫菠菜绿 您这个呢 灯光一打呢 似乎找不到黑点 那么硬度是够的 绿当然也是硬的 但是按我们看呢 不是新疆合体的 这个料是我们签字去那个云仙先买的 现在用来用去都很可以的 是吧 所以这件东西收藏是可以的 花120万是不便宜的 琳琅满目的产品 期待简陋的唐家 天龙年间的紫砂观音 大四五百万 八百元买了的黄冰胡书花 一个非常大的漏的 它当假发卖给我的 你感觉还是有点凌落 没有大家的那种风景 你的感觉非常好 就因为你的感觉我才能捡着路 寻宝走进中阳 精彩马上为您呈现 是一件书画作品 掌声有请这位藏友 吕熙忠 今天带来的是谁的大作 黄美红先生的 跟您什么缘分 十年前吧 一位藏家让我到他家去 他说我这一堆东西随便捡 都是不对的 后来我看中这一件 就是他已经枪毙了 那一堆东西 他肯定枪毙了 他是不看好 他让我推荐 我买无畅硕的 买其他的人 我说我都不要 我就要这一件 他最后开价多少 他开价就随便给 当时的价也是我一个月工资 几百块就不到一千 如果这是黄冰红的真迹 那可是 天哪 这是天哪 后面还有一个烟头烧的一痕迹 据说是龙哥超家 从赖少七家流入出去的 这件东西看起来蛮好的 我觉得是真的 但不是黄冰红画的 漏可能是减了 大概八千块钱吧 你看一说完 李先生 我要说一下 硬看的可能不像画 不是画 但是真正一拍出来 他的美 他的美是震撼人形 这个角度就恰好能看出这画 这是最美的画 那谁家有这么大的客厅啊 这个 黄冰红的作品 不可能这么便宜的 如果说是八十万 这种价格买来 你可能还说合情合理 但是像这种 一千块八百块左右 这种应该是不可能的吧 我们知道黄冰红呢 他是个大家了 他的画风 早年呢 中年呢 是属于这个白冰红 到晚年呢 就变成了黑冰红 现在从一张画来看呢 这个录了很多白 跟晚年的那个黑冰红 这个风格呢 有一定的距离 现在他这写的是 是甲午年九十六一 那九十一岁画的 所以我想是从这个 一九五十年的那个 这个时间来看的话呢 这个 已经有点变淡了 所以这个 看起来这个风格还是对的 看起来这个风格还是对的 很重要的就是他的上款 他的上款的写给少奇 就是赖少奇 赖少奇也是安徽的 这个黄碧后也是安徽的 后来呢 那个赖少奇当了官了 画画一画得很好 他们之间关系非常好 这个画的西林小姐 我估计呢 是在那个 杭州时候碰到的时候 换给他的 也有赖少奇的那个 这个清贝的提字 黄碧后三岁真几 所以这样的话呢 上款也是这个 他熟悉的朋友 也是个旁证 所以恭喜你 这些东西还是对的 谢谢 你要跳就跳起来 谢谢 再跳一次 现在他的行情 你自己你先说 他们告诉我说 要几百万了吧 几百万 有的时候六七百万 那么2011年的时候呢 西冷啊 拍了一架那个 黄碧后的林董居的 这个立竹 十五平尺 拍了七百万 当然这是他最晚间的东西 这个品价也不是太好 咱们都按五六十万算 你这个八平尺 五八到四十 那四百万 你赚大方了 谢谢 看他的步伐 像一只快乐的小鸟 谢谢 丢起这位糖友 杨鹏年 制作 对对对 是在乾隆年间 很有代表性的一件东西 这个是有一次 我去一个古外店门口 路过 我看到这个东西很不错 我就把它买来了 小二万 人民币 十二万 十二万 那么你能肯定它是 杨鹏年成绩吗 那这个东西紫砂挺不错 我很喜欢这个观音的 我们先看你这个观音像 先看它这个紫砂泥 这个砂呢 尽管是黑 但是这个砂太细 像泥 紫泥 就是说只不过颜色黑一点而已 做了上了一点色 是做花盆的东西 所以它这个泥子 是它的 这个颜色 我们叫紫砂加材 它这个颜料 是化学颜料 大红大绿 很香气 所以这一路东西呢 我们说 从外形上 从装设上 从材质上来说 只能说一个工艺品 改革开放以后的东西 至于 观音 您喜欢供养 十二万 一百二十万都可以 和杨鹏年 无关 一只青花大罐 结果呢 却是一位 很秀气的女藏友 这是你的藏品吗 我老公收藏的 原被 原青花 我老公收藏的千把件有 原青花大罐 你老公收藏的有 有千把件 千把件 你们家那千把件 都是真的话 你们家在福布斯排名 应该是可以很靠前很靠前 我老公认为十几件是真的 有十几件 那排名也会很靠前很靠前 你知道当年有一只 鬼谷子下山的那个拍卖 您了解这个故事吗 不了解 我也明白 为什么他老公自己不来了 我老公忙啊 他忙啊 他还要再收千把件 您还是要管管您老公 不要随意买东西 即使您再有钱 如果买回来的全部是赝品 我想也经不起折腾 这个是玉西摇的 从这个胎族火石红的 这种自然感觉 东西应该是对的 但是跟那个 景德镇摇的那个 是相差距离太大了 但我看这个东西太简了 还不如叫领导公 请借一点给我做做小生意 要不然改天改不好 他会在我们旁边 这个地摊火城搬回家 这个罐子从气形上来看 是和景德镇的 原青花常见的这种 盘口双兽耳 这种大罐 气形是几乎相同 文士确实都和元代青花的这种 常见的文士相同的 你这是凤文 这个凤文还有花卉 这叫凤黄穿花 一边画的是带维羽的凤文 一个是带着蝉枝菊 这个蝉枝菊呢 从叶形和菊花的造型来看 和明代早期 红武时期的景德镇的青花 一模一样 下面的胎啊 不是景德镇的胎 它是一种粗的 粗颗粒的 所以说它的年代 应该是元代晚期 明代早期的 云南的青花瓷 它的行情 邱老师 它的行情 一般的元代青花 在景德镇摇的 元代青花 像这样的罐子 也就是三四千万 那么你这个罐子 应该是景德镇那种 元代青花的罐子的 百分之一的价 你在想什么 你在想什么 百分之一也不错了 那进来是真的吗 对吧 对啊 家里还有千马剑呢 就是啊 有请这位朋友 我这个是 我自己认为是指谈相遇 95年的时候 到环山旅游 环山那个滕西 那个小镇 突然看到这个宝贝 那一年刚好 我公公的是六十岁 生日 我准备送一份礼物 给公公 因为我公公是现婆的 所以呢 当时这个价格是 八千块钱买的 我八千不腰包的钱 套完了 向朋友还借了三千块钱买的 你说是玉和指谈的组合 是吧 但是呢 我们看它的这个颜色啊 手摸在这个佛头上 手上 似乎有种粘乎乎的 不爽的感觉 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合成的 树枝 舌粉 合成压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人物的头 指谈是吧 是的 因为指谈的品种很多 好坏相差很大 你这个应该是属于指谈 但是指谈里边的草谈 粗 木纹粗 手摸上去的操 这个合成的东西不会老 是吧 炒台的东西不会贵 您的一片孝心啊 很值得庆佩 也很值得我们学习 但是这个东西呢 物有所知的话呢 你指会了 在人头传动的东洋海选 一件件有着传奇绅士的藏品 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重金时期的三才吃的 起码值五六十万 东北姑娘带来的翡翠白菜 为何被北京故宫专家 誉为世界第三 行条走进东洋 马上为您揭晓 这颗白菜能吃吗 能 好 到变成前 可以买很多真白菜 来 掌声一句这位常友 任中博 你好 小人 你好 我不是小人 我是大人 大人 对 你好 大人 这是一颗 北翠白菜 天下还有第二颗白菜 台北的故宫国务院 也有一颗这样的白菜 对啊 那颗白菜名闻天下呀 但是我很自信 因为无论是色泽呀 还是雕工啊 我觉得我这个比它那好 更胜一筹 你比它好在哪儿 怎么看都比她的好 这就有点不讲理了 不讲理是女人的权利 李老师 我是东北人 你是东北人 对 然后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就认识我现在的老公 在大学毕业以后呢 我就不远千里 就跟他来到了东洋了 就成为咱东洋人的媳妇了 你看东洋人多热情 谢谢 对啊 你说你嫁就嫁过来吧 你带这么贵重的嫁妆 都不好意思 老师你真聪明 一下子就被你猜到了 真是嫁妆啊 真是 欢迎更多的东北姑娘 嫁到东洋来 妈妈有没有跟你讲 这是你们她怎么得到的呢 这是我姥姥偷偷地留给她的 然后呢 我妈妈听我姥姥讲说 这个帽子 它是从那个 围满皇宫里面流出来的 到了围满皇宫了 对 但是单从这个白菜的品相来说 我们菜有点不新鲜了 你看有点黄 这白菜 十月份的白菜被霜打过了 你这么白菜长成这样都不容易了 更何况是块翡翠啊 所以我觉得吧 可能是塑料 我觉得它是假的 立刻从天堂打到地狱 哎呀 有没有哪位好戏人帮我跟他PK一下呀 这个白菜我看啊 应该是假的 为什么 这么绿的菜在叶子上面 或者那个白菜 都在下面呢 应该是对的 但是黄的叶如果 跟那个绿的菜都在上面 那样的话 这个东西应该是对的 我看现在是假的 哎先生让我说您什么好呢 我让您跟他PK的 您那是给我添堵来了 不是添堵啊 如果东北姑娘都给我们带白菜 我们就不就都发吗 应该是老坑的 然后是工很好 称性也很好 先生一看您就是个大好人 您对于东北姑娘 嫁到东洋自带一颗白菜的行为 这个可能是空前绝后的吧 你太没自信了 但是希望 你应该是多多一善 对 多多一善 台北故宫有一颗白菜 这个白菜真的很有名 和你这颗一样 它都是嫁妆 据说是光绪地景妃的陪嫁 那个早年间呢 早年间是在永和宫城社 这个白菜也是我们就是过去 人家嫁女儿经常用到的一个题材 为什么呢 我想你妈妈也给你作为这个陪嫁 也是有特别的含义 我的女儿是清清白白地嫁到东洋来的 白菜还有一个特别的含义 它有聚才 发财 招财 百财聚首的意思 那么这颗翡翠白菜就是你的这个陪嫁 它也同样是选用了一个三彩的翡翠 来进行雕刻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漂亮浓艳的绿色 还有这个白色 还有这样的黄色 那么绿色的部分呢 我们看到它比较鲜艳 质地也比较细腻 浓淡的这个过度也比较的美 那么白色的部分呢 可以做成比较嫩的芯 这也是它一个雕刻者的一个巧思 黄色的部分呢 它运用的特别的巧 大家都很认为这个黄色会是脏的颜色 其实它把它用到了这个 翻茧月面的边缘 就是说明它真的是一颗秋天的 经过霜的这个白菜 那么整体的这个设计和制作 真的可以说是一个画霞为鱼 把它这个翡翠的材质美 充分地表现出来 翡翠白菜除了台北故宫以外 北京故宫也有一个 也差不多的 当然了是台北故宫的最大 这个北京故宫呢是第二 你这是老三 谢谢啊 从从这个质地来说呢 我还承认这个台北公共的是好 但是从了雕工上来说 从了窍村上来说 这点不必那个许慎 看它的做工 看它的坑口不是清宫的 这个应该还是现代的 所以这个清宫的征飞啊 晚龙啊 这个可能无关 一个翡翠的评估啊 一个是看色 是吧 看质地 看工艺 看大小 所以我呢 给你一个参考的价格 是根据我们现在的行情 和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应该是 股价在一百五十万左右 天啊 欧阳老师 我回去把它放哪儿啊 你家要是找不到合适的地方 现场的观众都愿意帮这个忙 有请这位藏友 五年前出差到烟台 因为礼拜六啊 没有事情 我就跟几个朋友去逛 逛这个古玩视察 发现一个像农民模样的人呢 他把我拉到他的住处 他说有一两件东西 两件宝贝说 给我看看 这个厕所这个尺寸呢 漂亮 这个功能很精细 而且呢 他富有少数民族的这种风格 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当时花了也不是很贵 花了六千块钱 那么这个东西呢 是个三彩的 我们看他的这个 从他的雕刻 和他的印花的文字来看 应该属于磁洲瑶系的 你看 这背面是两个筒子印花 而且呢 中间是一个路 路上面又刻了个符字 这个彩呢 我们看着还比较鲜艳 绿彩 黄彩啊 白彩 褐彩 等等 还是制作 还是比较精细的 又保存完整 又是个扇面型的 这种磁展 也比较大 这东西应该属于 这个磁洲瑶系里面的 比较 就精美 金带的还是宋带的 金带的 应该是金带的 你买的这个价格呢 确实是便宜的 便宜的是吧 简陋了 简陋了 在美国卖 就是一万五美金 来掌声有请这位仓友 翁金龙 这是 这个是印度老山台乡 印度老山台乡 这个沁人心脾啊 呼吸都舒畅 很舒畅 这是几条龙 这个是五条龙 五条龙 老祖父留给我老爸的 我们先去分家了 爸就分给我了 我大哥是分一个船铺的 我就分船铺 那时候太不溜秋了了 这个很难看的 我亏了很多的 后来来了东洋 我请高大师 帮我重新稍微修了一下 你看这个龙很有意思 这个龙手上还拿一毛笔 这个 这一看就是中国龙 这是一个笔 这边还有一个印 写完 就盖个出去 公务员呢 有求 有笔 有印 哦 这个 所以有这个 有求 必应 这个在我们 10年 第五届不难会的时候 得到了金奖 这个呢 你拿过来 一文 就是老三家 谢谢张家 因为 这么大的鸽 如是精美的雕刻 应该说 这件东西 是当代艺术品 这个龙的威梦程度啊 我看了很像康熙时期的 官耀龙 是 那种威梦 气魄 刻画的细腻程度 是其他的龙都不能比的 你这个龙啊 云龙翻滚 五条龙交叉在一起 交叉在一起 团在一起 但是团而不乱 非常好 除了雕刻精美以外呢 这个钩是有独到之处 它这个艺术的创造性 不是一般的将功 可以达得到的 所以我认为呢 材料 做工 应该说 在老三檀香的雕刻里面 应该说 守却一次 谢谢 这就对得起 公养木雕了 多谢这位朋友 他几年前在北京 一个朋友乱了 男士尼的马 真的还假的 应该是真的吧 多少钱 几十万吧 这个男士尼可是个大价 当然他的东西价位很高了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 这个马的风格呢 是这个符合郎士尼的 但是呢 在有些地方呢 这个鲜得有点板 没有一种生动感 那么它就是这个 光是形式了 没有绳式 那么郎士尼的东西 是形身兼备的 问题更大地出在这个背景上 它的背景的那些画法呢 就是说 离宫廷画家 给他合作的宫廷画家的水平呢 差得比较远 不正好 这个沟 村 兰 都不是很好 那么当然从这张卷来看 这个卷也不够乾隆 乾隆这个卷是非常细密的 现在这个卷是不够 当然这两个影像 乾隆两个影像也不对 另外从表宫来看 也不可能 那么有名的画家 到现在还没有 表示立着 就光着就来了 那也不成了 所以呢 这件东西呢 是个防品 有请这位朋友 我这个是在十年前 在福州买的原石 08年的时候 是由现在福州高湖雕 徐亚武大师雕的 这一件呢 是寿山寺里边三伯洞做的 三伯洞呢 颜色呢 也比较巧 这地很细腻 很通透 那么这件东西呢 雕刻呢 的确是很精美 又有深雕 浮雕 漏雕 相结合的 把这个裂纹把它遮一掉 把这个 它的颜色把它做出来 背后呢 这一个洞呢 实际上是一个沙眼 是一个沙 把它去掉了 变成了比喻洞天 所以 这件东西呢 应该 值得收藏 已经有的出我一百多万了 我现在没有卖 这都是不是值得收藏 这个价 我认为 应该心平气和 就目前来说 千奇百贵的藏品 担心打眼的藏家 是清代的一个官方 人家用的一个精神 一些与老丈人 PK眼力的藏友 这是一件 我从我岳湖办公室里 偷偷拿出来的 这个城乡商 价值差不多 一种十五万到二十万之间 然后我那些如意 比它还要大 所以我的应该有把握 赞胜它 结局究竟怎样 寻宝 走进东洋 接下来更精彩 一把如意 还有一个是木雕 就看是什么材质了 来掌声就去这位藏友 朱海杰 这是什么材质 城乡木雕界 他们俩是一块料吗 还是有渊源 有渊源 有渊源 这个是我老丈人从日本带回来的 这个间呢 这个厉害了 去了他家之后 我发现有这个东西 因为我一直不知道 这个叫陈湘木 然后这次去台湾 看到这个自己花了 确实把这个买了 准备今天来 帮专家帮我PK一下 他厉害还是我的 你这花了多少钱 一百万 那当时老丈人这个花多少 你知道吗 他跟我说的应该是比较保守的 差不多是十万左右 十万人民币 几号你花一百万 你跟他PK 那你究竟是让老丈人高兴 还是生气 应该主要还是来学习 学到知识 大家都高兴 其实内心在想说 听出一篮胜一篮 当然不用我说 大家都知道 这两件是陈湘木的 一个是如意 一个是山子 都是明代往西的 它这个品种 应该是比较好的 就是我们传统的 我们就东南亚 或者呢 是我们海南岛的 黄城墙 尤其是这一件 文人气息也很重 这个图案呢 指的是唐代以白居一位代表的 九个文化老人 晚年的时候呢 就隐居在香山 所以这个香山酒楼的题材 是文人和统治者 都喜闻乐见的题材 那么这个如意 料很厚 料很厚 相对的重 背面的是山石 正面的是佛罗兽 也就是做兽的一个如意 如意 做工呢 相对粗了一点 但是体现了明代 雕刻的风貌 那么你这两个东西 文物价值 艺术价值 经济价值具备 所以您说这个您是一百 买来的 价底 应该不吃亏 谢谢 差不多 那么这一块 十万块钱买来的 那当然也便宜了 蔡老师 这次PK 这次两个成像 您觉得 光看价值来说 当然这个贵一点 它重来大一点 但是从两个相比较 这地还是这个 还有得学 年轻人 我已经决定把这个送给她 来之前就决定了 就是想在这个场上 鉴定之后 不要让她笑话 所以过来了 这个女婿 狡猾狡猾的 给老丈人 其实是给老丈人 送一个礼物 是的 孝顺 邀请这位藏友 一块项链 是我偷偷摸摸 从那个古玩市场 给买回来 在哪个古玩市场买到的 东洋 卢宅 知道你买 买回来这是什么 应该是 珍珠香精吧 我当时觉得挺漂亮的 那么你今天拿来的 这个珍珠 它是按照分类的来讲的话 南洋珍珠 南洋珍珠的特点 非常清晰 首先它颗粒比较大 圆度比较圆 像这颗珍珠呢 白色的底上 有淡粉色的 这种半色 在南洋珍珠里 算比较名贵的品种 设计上来讲 它是以珍珠 为一个核心 有一只凤鸟 缠绕其中 缠绕在外边 然后用很多的钻石 从造型上来讲 它也是很漂亮的 它这个手饰 它有一件手饰 多种用途 它不仅可以当成 项链锥子 另外它还可以 是胸针 在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 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胸针 别在胸前 也同样是很美的 整体来讲 这是一件非常有特点的 做工非常精美的 而且选材非常 名贵的一个饰品 非常漂亮 谢谢啊 掌声有请这位藏友 张莉莉 张莉莉 这叫什么名 这个是好像 是凤冠 凤冠 清代的好像 清代的 是真的 宫里人用的 还是 应该是那个 姑娘 小姑娘出家时候 带的 老公收藏的 本来嘛 我不支持她的 我自己开小辅导店的 十几年以前嘛 我炒股票 他们偷着我 背着我 买这个东西 你的结局肯定不如她 对啊 前几天嘛 不是那个银羊 三块小银羊卖掉 卖了 三块银羊就卖了一万二 她钱给我了 这让在谷海里 挣扎的股民们 眼前一亮 我亏太多 所以说现在 炒股股东 专家过来嘛 我想拿来 鉴定一下 您不要告诉我 您今儿 如果这个是真的 您准备跟着老公转行了 我会支持她 那你以后还继续炒股吗 我炒股 我就不炒了 这个冯官呢 金属的蕾丝 镶嵌 拼接 再有 千翡翠 白玉 蜜蜜 对 那么 这个翡翠呢 小块的白玉 都是清晚期的 后边 有两个 有几块白玉的梅花 这个年分枣 这个应该是明和清初的 那么不管怎么样了 你这个东西呢 还是一种组合 一种拼凑 组成这么一个帽子 时间上呢 清末到民国初 一百年前的 唱戏用 这个价值量呢 就普通了 就普通了 您是一千块钱买的 好像是四千多 十几年以前买的 也争承不了多少 这个鉴定监果 你将来 你还会继续支持你老公吗 应该反正不亏 应该会支持他的 我们今天的鉴定 在这里告一段落 现在有请我们四位专家 离席合意 在精彩分成的东洋海选 藏有多达数千人 藏品达三千多件 那么哪件藏品 会能体现东洋的文化内涵呢 在本场节目中 购选的四件藏品 是奇谷相当 我推荐就是黄冰红 和翡翠白菜 万丽的青花五彩葫芦 是非常优秀的 那个黄冰红 那张画还是不错的 代表我们东洋的 这个特色的 这些最精美的藏品 能够去把它选出来 究竟哪两件藏品 能脱引而出呢 祝货厂上的四位藏友 一号藏品 明万丽青花五彩 葫芦屏藏有吴清朝 二号 翡翠白菜 藏有人中博 三号 黄冰红的西林小景 藏有吕西中 四号 明末青书 同流经 地藏菩萨 藏有韦小峰 经过专家合议 本场晋级的两件藏品是 三号 黄冰红 西林小景 和 四号 明末青书 同流经 地藏菩萨 明天新宝 文化新生 感谢您跟着 家里来新宝 下期节目 再见 中阳寻宝 精彩分成 明代 宫廷山寺法兰 天国宝 非常无数 担心打眼的藏家 我离苦藏的原祖城 一直饱受争议 也困扰了我很久 期待简陋的藏家 宝贝啊 那可不是一般的宝贝 它是牛过羊 这是传说 还是传奇 非同小可 琳琅满目的藏品 继续是像这么大的 很少的 究竟价值几乎 请收看 寻宝 走进东西